F22的头盔用了那么多年终于要换新的了 在同为五代机的F35头盔登上大众科学杂志封面之后 F22的头盔HDU55就彻底被比下去了 不仅带着不舒服用着还麻烦 不能携带额外的设备 想给头盔加个buff只能手动安装 最重要的是没有头显功能 在这个头盔智能化的时代不仅是F35 就连F16 F15这种四代机都能碾压F22的头盔 而现在F22的新头盔终于要来了 目前F22的头盔是HGU55 用了几十年不仅重而且添加设备很麻烦 HGU55头盔重0.99公斤看着很轻 但当飞行员做高机动的高际环境中 头盔加上头的重量会产生超过54公斤的重量压在脖子上 想想都觉得痛苦 任务与目标网曾经报道过2012年的一项研究 72%接受调查的挪威皇家空军飞行员 在飞行时脖子疼 有35%则是背不痛 这都是头盔惹的货 同时HGU55用起来也麻烦 不能携带额外的设备 飞行员所需的各种设备几乎必须手动安装 比如安装夜视仪的时候 需要飞行员用电动工具钻入头盔 然后加一个固定支架 所以2019年的时候 空军研究实验室启动了一个名为NGFWH的项目 最近美国空军爱格林基地 第22-43战斗机中队的5名F22飞行员 已经开始测试新头盔了 至于NGFWH头盔重量不清楚 但听说新头盔属于模块化 想装什么就装什么 要比原来好用的多 唯一的问题就是F22新头盔依旧没有头显 缺乏头盔瞄准距算是F22最大的缺陷了 自从美军的泰里斯头盔显示器普及到战机之后 飞行员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跟之前就不在一个级别了 在黑暗中也能看到其显示的数据 但偏偏 F22的HGO55还是老样子 美国空军早在2013年就公开讨论了 尝试用头盔瞄准距升级F22的计划 但由于时间成本和集成障碍一直没有实行 虽然美军没有说明原因 但也能猜个大概 美军的很多四代机 比如F15都已经装备了GH MCS 已经实现了看哪打哪的功能 而F22却无法装备这种智能头盔 第一个问题就是GH MCS 是基于磁场来感知头盔位置和指向的技术 对于不需要隐身的四代机而言 属于是无伤大雅 但对于F22这种有隐身要求的五代机而言 只会增加电磁辐射破坏它的隐身能力 而且因为价格和技术架构的问题 F22也无法直接使用F35的头盔 当然对于军费几千亿美元的美国而言 头盔的价格那就是九牛一毛 主要还是技术架构的问题 F22的能力再强 它也是一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飞机 在很多方面 特别是信息处理方面其实很一般 所以一直到3.2B的升级 F22的飞行员使用的依旧是非智能功能头盔 没有头盔显示器瞄准距的F22 直接制约了最新型响尾舌AIM-9X的能力 其他装备了AIM-9X导弹的战机 可以利用导弹的高离轴攻击能力 而F22不行 只能使用AIM-9X增加的射程 从远距离发起攻击 当然这个问题美国空军不是不知道 一直在对此进行改进 改进的头盔就是蝎子 也就是F16的智能头盔 想让F22头盔和其他战机一样 在高际机动破降 救援时市场不会变小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头盔都能向飞行员提示高离轴角武器系统 以及传感器传来的信息数据 可以保持与目标视觉接触的同时 能为飞行员感知飞行状态 这对于F35而言相当于简化版 对于蝎子头盔而言 那就是改进版了 在2013年因为经费问题 这个项目被终止 直到3.2B升级完成后 美国才开始启动适合F22的智能头盔研究工作 研究对象自然也是蝎子头盔 等了十几年也没个结果 F22的飞行员要求也变低了 不需要像F35那样性能超前 只要能将一些原本显示在显示器上的数据以及符号 显示在头盔的遮阳板上就行了 可惜新版的NGFWH依旧是没有头显 与F35相比 F22简直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五代机 F35的智能头盔简单概括 就是军事系统游戏化 玩过战地和使命召唤的朋友应该能够体会 游戏中的现代战机是用键盘加鼠标 就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控制 但现实生活中的战机不行 参数实在是太复杂了 光飞行这一块 就有上百个数据要时刻兼顾 而且战机的作战 探测 跟踪 以及打击目标的数据都是实时变化的 想把这些数据浓缩进飞行员头盔 这一小块显示屏 说真的很难 但F35做到了 飞行员头盔自己有感知系统 由他决定此时应该给飞行员提供什么数据 甚至对付什么距离的敌机 用什么型号的导弹 这些都可以提供建议 类似于汽车的雷达感测系统 根据F35自己的雷达感测系统 战机可以利用头盔屏幕在飞行员面前将座舱虚拟化 不过最大的特点还是视野范围 当飞行员戴上头盔进入F35的驾驶舱时 所有飞机数据和影像资料 全部实时传送至驾驶员面前 从飞行员的角度来看 整个世界都是以自身为中心 正前方为视觉中枢 头转至两侧为黎州范围 这大大超出了驾驶舱外视野的范围 飞机侧面和下面的摄像机 以及围绕机身布置的六台红外摄像机 提供的红外影像 可以无缝合成为显示在头盔中的全景图像 不仅向飞行员提供水平360度和飞机上方的战场数据 甚至下方的敌情也可以用眼睛看见 其显示屏上的数据是根据飞行员的视线决定的 如果飞行员看向远方的一架飞机 那么在他看到这架飞机之前 系统就会在面罩上显示出 关于这架飞机的位置 身份认证等信息 并且自动跟踪这架飞机 如果这架飞机被确定是敌机 那么飞行员就可以根据目标信息来选择武器 不需要在使用操纵杆的同时 低头去看座舱显示器 凭借着优异的性能 F35的头盔系统直接上了美国的大众科学杂志封面 一个头盔可以登上科技杂志 技术水平可见一斑 完全可以说 这是将一台电脑带在了飞行员的头上 而这块电脑的售价40万至80万美元 在当代的战机中 F35这样的头盔也是独一个 当然 其他战机的头衔也不错 在第三代战斗机之前 作为军用航空两大门派的美国与苏联 基本上无甚差别 只是工艺人机功效上略有差异而已 但到了第三代飞行员所戴的头盔 不再单是保护装置 科技技术将多种功能凝聚在头盔里 使其成为帮助飞行员操控飞行 导航瞄准攻击等设备的海螺姑娘 自空战诞生之日开始 飞行员的态势感知就决定了战斗的胜负 最初的时候 摆在飞行员面前的就只有转速表 高度表和罗盘 头盔只是一种简单的防护装置 但随着技术的发展 座舱仪表和显示器显示的信息越来越多 飞行员在空战时 不仅要时刻注意舱外的动向 还要时不时的低头看座舱仪表和显示器 信息量较少的时代还可以接受 但显示器上信息量过多 飞行员根本无法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所以战机需要简化飞行员接收到的信息 问题简单化 那就是使用机载计算机对信息进行简化和分类 再呈现给飞行员 想实现这个目的 头盔就成了一个最好的承载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 军用直升机和战斗机就已经装备了头盔瞄准锯 注意这里是瞄准锯 战机的头盔刚开始只能用于控制 红外制导空空导弹的瞄准 导弹紧导头 能根据飞行员的头部运动快速对准目标 实现大理州脚发射 不需要飞行员再把机笔对准目标 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南非空军的幻影 效果也不错 美国的霍尼维尔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 也实际测试了视觉目标获取系统 但美国空军没用 所以在这个时期 其实是苏联的战机头盔更好一点 苏联的米格29的支点 以及苏-27的侧位自问世开始 就整合了时车了3UM头盔瞄准锯 和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使得红外制导导弹 具有了更强的近距作战能力 北约感受到了差距 这才正式对待战机头盔的发展 目前美军F-15C使用头盔是GH-MCS 该头盔是美国以色列研制的大事的基础上开发的 与新一代近距导弹AIM-9X配套使用 作为智能头盔 GH-MCS能实现符号显示功能 它可以根据座舱中的磁场来感测头盔的姿态 除了用于控制导弹引导头和瞄准吊舱传感器之外 GH-MCS也具备把关键的飞行数据投射在遮光镜上的能力 从头盔瞄准距一跃成为了头盔显示器 F-16C装备的则是蝎子 智能头盔该有的能力蝎子一个都不缺 与GH-MCS的单色遮光镜显示器相比 蝎子头盔具有彩色符号显示能力 其采用的是彩色单片式右眼显示器 可以显示武器瞄准和飞行数据 而且这种显示器可以兼容夜视镜 不像早期的GH-MCS 飞行员在夜间任务中要拆下遮光镜换上夜视镜 除了美国战机使用的头盔之外 打击者也很不错 欧洲的台风以及瑞典的英尸 使用的都是打击者 不过在英尸上则是被称为眼镜蛇头盔 使用打击者头盔的飞行员 唯一要做的就是紧盯敌机 一旦目标飞机的影像出现在飞行员的面盔上 就可以通过语音指令选择目标 然后发射导弹 可惜的是打击者头盔只具备在白天战斗的能力 于是在升级版的打击者2头盔上 就集成数字夜视传感器 不需要外挂夜视镜也能在夜晚使用 而且其夜视传感器位于飞行员的眉心上方 所拍摄的夜视图像直接由头盔内置器处理 有效的避免了延迟 还解决了传统夜视镜遭遇强光 所出现的图像闪烁和模糊问题 在夜视效果上远超普通的夜视镜 与F16C所使用的蝎子头盔一样 打击者2头盔也能显示彩色图像 展现在飞行员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重叠的彩色双目显示器 这些都是现代智能头盔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火力军没有提及 实在是太多了 性能都相差不大 就不再赘述了 至于未来战机的头盔 火力军觉得钢铁侠的待遇就很不错 所有操作都将有个电子秘书在语音提醒 等到那时候 火力军感觉自己也能开飞机试一试感觉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F22什么时候能用上智能头盔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happened to 배v injustice 你 这些不方面